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元寿六年十八岁时任票旗校尉开始到元寿四年为止 五年之内六次率军反击巡奴侵扰 为解除巡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 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获取兵深受汉武帝器重 出封冠军后 后晋升票秦将军 这位青年才俊不幸英年早逝 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 汉武帝非常痛惜 予以隆重追念 特地在茂陵东面不远处选定获取病的墓址 以纪念元寿二年获取病在河西战役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墓区内现存获取病墓石刻十四件 包括马踏匈奴 卧马 月马 卧虎 卧象 石蛙 母牛舔毒 胡人暴雄等 另有提名课时表现 石刻分别位于墓上和墓前 从其分布题材和陵墓的空间结构综合判断 墓前石刻多为典型的纪念性雕塑 墓上石刻与陵墓融为一体 作者又用寻石造型的艺术手法 巧妙地将圆雕 浮雕 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 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 足以表现刻体特征为度 不作过多雕露 从而加强了作品的体量感和力度感 风格厚重成文 质朴大方 堪称汉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源自于墓主前面的马踏凶龙石刻 是霍去闭墓的主题雕塑 作者用寓意手法 以一匹气宇轩昂 傲然着力的战马 来象征票旗将军 以战马将侵略者踏翻在地的典型情节 来赞颂票旗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 建树的奇功 展现大汉王朝的强盛 和获去并捍卫王朝的英雄气概 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的极其准确有度 从码头到码背部分 做了大起大落的处理 形象十分醒目 胜败两者鲜明的形象对比 赋予了作品丰富含蓄的想象空间 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因此马踏匈奴时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 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画时代成就的标志 二 青铜柱像 秦汉时代青铜柱像也有了辉煌的创作 其形体之伪惧 设计之巧妙 工艺之精良 均超过先秦时代 1980年在秦时皇陵西侧 出土了两肾结构复杂助攻精良的铜车马 其形体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 每肾总重量一千多公斤 由三千多个复杂零件组合而成 体量巨大 一号铜车为四马立车 长方形鱼 鱼上立刀柄散盖 散下立一玉手 二号车为四马安车 长方形鱼箱 鱼前有玉手 铜马昂首挺熊 双耳高耸 雕悍雄壮 整个雕塑造型写实严谨 作风自然朴实 值得注意的是 以马为母题的青铜雕塑 在两汉时代非常盛行 如陕西新平茂林东侧出土的 流金铜马 广西桂县分流岭出土的 大铜马等 都十分精美 汉代最经典的一件铜马 是出自甘肃武威的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于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擂台汉墓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雕塑高34.5厘米 长45厘米 形象矫健俊美 别具分姿 马昂首斯明 驱干壮士 四肢修长 腿皮清洁 三足腾空飞直向前 一足踏飞燕 测试时 雕塑的基本构图呈倒三角形 用动感很强 被誉为青铜雕像的奇葩 中国在先秦时代 雕塑在造型方法上装饰性强 写实性差 到了秦汉时代 雕塑不仅数量多起来 而且在艺术手法上 也走向了写实的高峰 不仅体量巨大 而且深入细微 马他飞燕也是如此 比例涌称 造型精准 虽然没有过多细节的刻画 却概括性地传达出 其基本形体与动势 总之 秦汉时代 在处于中国分建社会的上升时期 雕塑表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意识 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 具有深层宏大的气魄 这一时期 大型雕塑和群塑 气势辉宏 深层博大 蕴含着自信豪迈 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中小型雕塑 着朴喜恋 生动传神 情趣盎然